Cast off Change beetle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士部 那今天呢我們來打OF-F4 那薩克已經把老闆 對就是我們的最強漁犯捷哥給金二了 那我們就用這一關來測試一下 看看金二的捷哥能在多短的時間內 把龐貝收掉就讓我們直接開始吧 OK那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同時呢這一關我們也使用 就是只有狙擊的陣容來防守 那這邊有兩隻 這一隻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那這邊有一隻很特別的俯工具 對直接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的安哲拉 安哲拉我覺得還蠻屌的 對非常屌 至於怎麼樣的屌法呢 大家直接進到遊戲裡面跟大家解說 OK那就讓我們直接進到實戰操作部分囉 好開場呢我們先使用風笛把這兩隻蟲子給清掉 這樣才不會把阿能給炸死 OK把清掉之後就可以撤退了 之後放上我們的阿能 阿能擺完之後呢放上安迪爾 放在這個地方開始清蟲子喔 好那一樣安迪爾技能有就開 開比較省 對就開比較省 開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一槍一隻蟲子了 那這邊如果漏掉的話 你可以派傑哥去阻擋他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傑哥的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傑哥如果在場上 基本上你的自然回費會被抵消 所以其實他有非常強大的能力 但是呢他會導致你的費用不夠用 所以在前期的時候呢 下傑哥其實會導致你卡費用 所以傑哥是大概要中後期的時候呢 在部署下來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一樣這邊直接開啟安迪爾技能 之後放上我們的安折拉 待命中 把海貓放在這個地方喔 那大家看一下我是金130等 那攻擊力現在很低嘛 但是大家看了二號技能開啟之後 他攻擊力真的非常恐怖 不信大家來開給大家看 好這邊呢我們直接放上傑哥 之後呢開啟技能 那這個技能呢開下去有沒有 瞬間攻擊力變成2240% 那如果是金2上去的話 那不得了 攻擊力應該是破3000多了 那雖然說他這一招 攻擊不會再以目標 生命值低於50%以下的敵人為目標 但是呢 攻擊力很高的關係 導致這種裝甲很薄弱的敵人 都會被他一槍秒殺喔 非常的恐怖喔 OK我們這邊直接開啟百股物的技能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金2的結構 在面對橄欖生物的150%攻擊力加成的情況下 大概不到幾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把龐貝給切成生魚片喔 真的很厲害 好那接下來就看我們的幹員在場上表演吧 同時是海哲拉的對 安哲拉 安哲拉的攻擊力了 對他的那個攻擊的槍聲喔 也是非常的好聽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那種軍械控啊 就是很喜歡聽那種軍武槍聲的玩家的話 那安哲拉推定你可以練喔 真的是那個巨一槍聲音做得很好 好接下來這邊我們直接開啟安比爾的技能 好那接下來就可以展示 什麼叫一槍一隻小朋友 一槍一隻喔 對有沒有 所有的原始衝動都是一槍一隻喔 那我們就可以很愜意的欣賞安比爾打法 最後就可以結束這一關了 好OK以上呢就是 OF-F4的打法 對只帶狙擊 只帶輔攻狙 然後還有金2的老闆的打法 那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後面呢其實薩克IG 開發這些比較冷門角色 讓大家知道說 方舟其實還有很多很好玩的玩具可以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